国药控股 1099 夏清国药今年以来大跌38% 大股东复兴医药 2196 夏清复兴医药侧大升34% 国药大落后 只凭无贵 趁低上车 1.国药内资股发行17.79亿股 国药产业占88.35% 15.72亿股 国药产业51% 由国药集团 帝宿国务院 持有 49% 由复药控制 以此计算 复药实占国药内资股44.18% 国药H股13.42亿股 市值237亿元 17个持股量予1%的基金 共占57% 其中持有5%的有花旗 黑石 景信 摩通 共占25.2% 2.今年上半年 国药纯利28.96亿元人币 当年微跌3% 全年预测赚68亿元人币 增8% 预测P紧6.8倍 教白年平均折让6成 4.今年6月底 1998.86亿元人币 sentz 戴 situación 达到2459亿元人民币,未动用部分达1542亿元人民币,国药内资股加号HX股总市值不过550亿元,未动用,即可动用,融资额景商等于公司市值高达3.2倍,超高,或惹联想,五,復药已有A股上市, A股较H股有日价71%,国药有内资股而无A股,可憧憬回归A股市场,这是另一个潜在炒卖点,国药追落后,目标价26元,现价17.64元上车,博47%回报,汇控跌42.2元,密格理睇28.29元,同场加影,李嘉诚父子不断增持长期, 1113,最新持股量35.56%,就是不愿增持长和001,对上一次增持长和,增持价57.74元,现价低18%,已是今年4月14日的时,持股量30.15%, 长和系在2015年大改组,改组初期,李氏所占长和与长实,都是30.07%,现时所持两股以相差5.41个百分点, 长和现价47.05元,今年以来大跌37%,PB只有0.39倍,长实现价38.75元,今年以来跌31%,PB0.40倍,以业务性质而有,长和估值应较长实为高, 现价长和的吸纳价值高可长实,长实旗下的长建1038PB0.89倍,电能实业006PB1.06倍, 党灯SS2638PB1.07倍,长和PB较旗下公司PB有时折让得太大,长和今年3月低位45.05元,估计不易跌破,可后进一步跌至至接近此水平时入市,也可博李嘉诚增持。